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这个已经构成一个超载的一个行为 那假如这部车子如果有到行驶道路的话 那基本上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0条第一项试款的规定 可以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 9000元以下的滑缓 那这样子是不是非常危险 当然如果这样容易造成这个车辆在转弯的时候 造成这个重心不稳 这个情况 那我想这个一规定 这个乘客也必须要续安全带 那从后座这两位来看 基本上是也没有符合 这个相关的一个 这个续安全带的一个规定 这次的重心是什么 之后 这次进行的还是用 Stir